亚运棒球 台湾昨天败给日本无援金牌战 今日同牌战对中国一鼓怨气 开赛就火力全开 首局靠着江建明三连安打带动两分攻势 二局林汉又补上一打点安打 取得3比0领先 四局台湾火力更猛 带如量先集出两打点三连安打 效力中直中性的詹子贤 紧接着轰出两分打点全雷打 带动单局5分攻势 七局效力中直桃源队的林晨飞 补上一打点安打 将比数拉开到9分差距 而投手方面 台湾队推出业余台电队左投王宗豪先发 他维持本届赛事稳定表现 头六局只被打一只安打 送出三次三振 与两名职棒年轻投手王玉浦 陈伯豪联手封锁中国队的打击 没有10分 最后八局下 林汉集出再见安打 台湾以10比0提前结束击败中国 拖下本届亚运赛事的铜牌 谢谢所有的选手 非常感谢他们 一路来从培训 为了亚运 当然没有突破成绩 没有突破成绩 还好把老三的 这样铜牌滚住了 真的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亚运棒球从1994年 成为正式项目开始 台湾七屆下来 一共获得一金三赢三同的成绩 苹果亚运采访团 赖德纲赵文斌 印尼亚加达报导